香噴噴的麵包才剛出爐 準備包裝好 送到顧客手中 但沒想到 卻被人惡意氣丹 總共大概300多個麵包 然後 跟我們約好今天要來 然後後來就是都 就是都聯絡提到這樣 業者在21號 接到一張支撐式 海軍陸戰隊的訂單 說要波羅麵包 肉鬆麵包及紅豆麵包 還有奶酥麵包 各80個 對方透過LINE 還傳遞 地址 統一編號 還有採購單 原本說好下午三年取貨 卻凌絡不上人 我們就是想說 就是單純的 就是訂餐盒的那個交易 也沒有特別想 對啊 然後他途中就是 還要我們幫他 待定一些比較高單價的 那些國軍的那個軍糧 對 他金額比較大 我跟他說就 那個待定的部分 比較沒辦法這樣 然後後來上網查 再發現說 這個都是雜片 因為就是他 連那個數量都 跟新聞上面寫的一模一樣 遇上惡意詐騙 老闆擔心麵包賣不出去 只好貼文便宜賣掉 結果不到半個小時 招氣單的麵包全都售完 幫我們做這個就已經很辛苦了對不對 啊一個才賺多少錢 啊你訂一訂都沒有給人家真的是浪費 而且是 而且是讓人家是 而且是讓人家是 人家是很用心在那個 對 關本俠猛麵包店 以112年8月21日 招詐一案 查為負責人 揚南接獲自稱海軍陸戰隊張班長來電 雙方之後以通訊軟體接洽 張班長訂購80盒麵包餐盒 市價新台幣7900余元後 要求揚南代購軍糧等物 提供廠商聯絡資訊及帳戶 請揚南先行代電新台幣58000余元 揚南匯款後不久 自行察覺遭詐騙共計66000余元 警方依詐欺及毀損罪受理 後持續追查該名張班長身份及涉嫌帳戶金援 警方說這種詐騙手法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 業者沒有注意就容易上當 幸好業者遇到熱心民眾 才沒有讓麵包自銷 業者說未來接獲訂單 都要先收訂金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